等不到公车好困扰 来看到桃园市19条的公车路线 在新竹客运退出之后 由雅通客运来接手 但却面临了大环境 驾驶员不足的问题 尖峰时段原本是有11班车的 但现在只剩了4班车 那么交通局势表示 将会和业者定期来开会协调 及时的调整班次缺口 新竹客运去年底停止营运 19条桃园市区公车路线 桃园市政府找来雅通客运接手 但驾驶员不足的问题 无法立即解决 民众表示不是满载搭不上车 就是表定时间到了 却等不到车相当不方便 因为通常会这样可能就是 比较偏乡或是 比较少人大的地方 那如果就这样完全没有的话 那边的人就很难 在比如说到比较城市的地方来 会变得很麻烦 这个问题是长期的问题 以前到现在都是有 这个都要怪业者 这个业者跟政府 政府有补助业者 业者找不到司机 可能这就在于待遇的问题 由于驾驶人力不足 业者只好减少班次 亚通客运平日班次 较新竹客运营运时期 减少约5% 像是五六一六路公车 过去早上五点到八点 有十一班车 现在只剩四班 交通局表示 已经与客运业者协调班次 部分的班次时段没有办法符合民众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也有在跟客运业者协调 让他以调整班次整合的方式来混合运用 来符合民众的需求 因应我们大客车 培训及就业的一个方案 有三位驾驶 他们已经完成了受训 然后可以上路 面临公车司机荒 许多路线无法照常行驶 市府发起大客车司机培训计划 目前已有第一阶段人力培训完成 将投入各客运公司运作 交通局也会与业者定期开会 及时调整路线班次缺口 尽力满足民众的搭乘需求